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驚恐症是一种什么病呢? 其实驚恐症是焦虑症的一种 我们说是在脑内的一些分泌失了平衡 导致我们管理不了自己的情绪 在一些我们没有预计的情况下 突然间出现一些很强烈的焦虑反应 我们可能会有心跳、手震 可能会不能呼吸 甚至可能觉得快要死的感觉 驚恐症如果不做一些看医生 会有什么效果? 由于驚恐症第一次病发 通常都是无缘无故的 很多人就会有一种很极度的担心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发 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他们越害怕越担心就会越容易发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 患者尽早可以求医 如果不医好的话 有些时候可能会并化一些 更加严重的情绪病 例如抑郁症 甚至乎有些人可能会 产生一些轻生的念头 相比以前 现在疾控症的治疗效果是如何? 我们科技进步 现在对大脑的功能认识多了 所以治疗也非常有效 一般来说分开两部分 第一个就是药物的治疗 可能会用药物 调节脑里面的血精素 区夹肾上线素等等的药物 帮患者尽快可以好 另一部分很重要的治疗 就是用一个行为和认知的方案 去帮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病 不会走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还有我们会用一个方法 帮他们去面对当病发的时候 一些生日的反应 例如控制呼吸、放松肌肉等等 那加上的药物治疗 一般大部分的病人都很快会康復 Heron 作为一个同路人 究竟有些什么想法 可以和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去分享呢? 我想跟大家说 情绪病没有大家想到那么可怕 其实现在社会最大的挑战是 大家不要了解情绪病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很容易将情绪的问题 乱想到痴线 其实大家开放一点去说 和家人和朋友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 主动去知多些 其实都会帮我们很多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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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